孙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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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觉得 天底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吗 孙伯 我知道 您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 怕我吃亏 怕我有危险 但您别忘了 躺在这儿的 是您的老东家 是我的父亲 是我们的亲人啊 大小姐 您的心情我理解 我恨不得杀光日本人 替老东家报仇 但 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孙伯 让我和我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孙伯 让我和我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哭 让我和你 竹儿来晚了 女儿不好 女儿不对 爸 爸 我 我当时要是坚决带着你走 就不会这样了 对吧 爸 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走吧 爸 我太傻了 我为什么要那么傻呀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爸 你放心 你放心 女儿不会这么软弱 你又相信我 女儿不会让你失望 现在这儿啊 是我们最后一个备用地方 千万不能暴露 现在日本人只要觉得 谁是反抗分子的话 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 所以这边的人 都不敢对外租房 老郑之所以经常派我过来 就是为了今天启用 所以这边的人 都不会觉得我陌生 你们提前想到这么多 太厉害了 这在敌战区做事啊 稍不留神 就会掉脑袋的 是 走 来 里面人出来 收起来 来了 来了来了 出来 快点 出来 来了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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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您好 怎么这么半天 干嘛呢 没干嘛 我们这儿都是良敏 两门这儿 哦 我们都是良敏 这是良敏这儿 长官 您看 你的 我们都是良敏 你们这儿没有违禁品吗 收银机之类的 没有 我可告诉你 私听广播是间谍罪 是死罪 那么贵重的东西 我们怎么可能有呢 就是啊 都给我出去 双手去鎬 举这良敏症 快点 快 快点 快点 登下 把手举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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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老实点啊 别乱动 有声响 走 快点 赶紧进屋看看吧 怎么样 快 快 收银机被踩坏了 不过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要不是那里枪响 估计他们就发现咱们这儿了 这个收银机对咱们来说 跟生命一样重要 要只是有个大事的歌 遥重 这姑娘就叫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伟 你说这破山有什么战略价值啊 怎么样 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地方 这东三北地区啊 包括四名山 三北 快基 还有遥江以北的四个县 他们位于杭州湾两岸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我们就像一把尖刀 可以直接插到敌人的心脏 所以啊 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测量 一点都不能马虎 好 放心吧 姚肖 我有个想法 现在咱们有三十多个队员了 能不能分成两个队员 我很同意你这个想法 这样吧 下一步 有紫铭负责一个队 大虎负责一个队 我来做中队长 你就来担任指导员的职 好 可以 我是觉得这样编于管理嘛 那我们俩先回去 让他们先测量 好 认真一点 好 注意安全 小心 慢点 走 这边 走 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 青山绿水 太舒服了 要不是因为打仗 我就在这里安家了 我是真不习惯咱们这里 吃的真不如北方 不行 我跟你说啊 北方吃的东西 口味太重了 你加那么多佐料 它还有什么新鲜可言 到我们南方 吃的那个食材 都是最新鲜的食材 就是要吃那个新鲜劲儿 看 白鹿哎 你看那是白鹿 有首诗怎么说来着 两只黄梨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上青天 你也懂啊 所以 你也不见了 走吧 看上去 走 白鹿呢 你不见了 上山的王八 下山的鸟 这不能碰 这是规矩 不懂吗 这位大哥 我们认识吗 这荒山野岭的 哪有什么规矩啊 我可不在乎 费什么话啊 哥们还挺冲啊 不是 我们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 你干嘛这样恶言相向啊 就是啊 听不懂人话是吧 这大哥还挺横啊 我这跟你们说人话听不懂是吧 滚 你真有点过分啊 我怎么过分 我这 再给我动一个试试 老三 老三 跟你几个娃娃 你闹什么 会使枪吗 我好怕呀 你们 老三 搜一下 不是 这 原来 你还是个小头目啊 这枪看起来不错 六成心 谢了啊 不是 不是 把枪还给我 好 你们两个赶快给留下名号 瞧 没事吧你们 老修啊 是你把这些年轻同志 都分成小组派出去的吧 是啊 政委啊 你看看 咱们这地图实在是太简陋了 错误非常地多 要不说呀 像你们这些上过军校的人 就是专业 军事意识强 知道到哪儿应该干什么 我刚才看了一下 测量的身口 我就回来了 你是不是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去了 顺便嘛 我也知道 我这个人有时候挺烦 到哪儿的跟人家讲大道理 但是呢 习惯了 政委啊 我对你的思想工作啊 我确实感慨 我觉得 有了这个思想工作 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带活了 有的时候啊 这思想工作比武器啊 那是厉害多了 陆秀 有你的支持 我就放手干了 其实这帮孩子真的挺好的 是啊 萧哥 慌什么慌什么 怎么了 胡子明又被人给打了 教你别说 遇到国民党溃兵了 要是真遇到就好了 不是 是一个女的打的 那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的 是个女土匪 打了人起码就跑了 对 还把那个枪给弄走了 我说你 什么 怎么抢的 怎么抢的 我不是没想到他会动手吗 胡子明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 军阀该怎么处置 是 萧哥 我 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老萧 那两个人长成什么样 那个男的长得特别凶 女的 那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 细没细眼的 而且 刚刚都那样了 你还好意思看那个女的 不是 他拿钱 行了行了行了 他拿钱指着你们不是 以后啊 你们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这里的土匪很多 你们不要小瞧这帮土匪 他们可都是打游击战的高手 当年保安团剿匪的时候 他们都安然无视 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 行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晚上咱们开晚班会的时候 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正好 你们把今天你们所经历的事情 跟其他的同志说一下 去吧 走吧 老肖 我得给你说个事 这个人啊 曾经 曲小队的老马跟我说过 有可能就是 江湖称妻妹的江水英 江水英 这当年啊 一些不满政府客奸杂税 和土豪猎身欺压的老百姓 他们就揭竿而起 上山当了土匪 后来呢 有一些兵匹无赖 也各自占了山头 他们在一起喝血酒 拜靶子 这个江水英 按年龄来算 应该是行七 他们一共有十个人 是吗 其中有两个人被 官兵给杀了 但这个江水英 倒是人缘挺好的 各个山头都很给面子 可能这个 是个女的 长得也不难看 也不讨人厌 我倒是想找个机会 好好去会会她了 我觉得可以啊 可以会会她 那如果真能把江水英 拉到咱们的队伍里面 那对其他的山头 也是一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啊 你再多给我讲讲这个人 她 我也不太了解 这老马呢 也没跟我说得太清楚 我只知道 她就是个贫苦大众的孩子 然后有一个保安团的团长 喜欢她 不要娶她 那肯定不同意嘛 然后这个保安团的团长呢 就杀了她的父亲 她母亲呢 上天自杀了 但谁没想到 这个江水英居然托人 给这个团长带话 说要嫁给她 结果就在新婚的当夜 她把这个团长给杀了 然后回到自个儿家 一把火把家给烧了 之后呢 就上山当了土匪 喂 你们大当家的 男的女的 是女的我跟她拜靶子 是男的 我给她当压寨夫人 来 老马还跟我说 她这个人呢 相法很准 仗义 三点乘一线 来 这三点乘一线 怎么样 好 姿势标准吗 谢了 客气啥 叫我老三啊 来看着 谢谢三哥 叫啥三哥啊 叫老三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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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当时在山上 算是二当家 但是她对下面的小土匪们 都很好 没事没事 不要起来 就躺着吧 行行 慢点 他们大当家 当时是独卧的之王 就是个恶霸 所以她就联合小土匪 把大当家的扫地出门了 从此之后 江水英就成了 大名鼎鼎的江七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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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个江水英 还真是个女中豪杰呀 我不这么认为 这个人啊 很随性 做事呢 不讲规矩 老马 曾经跟他接触过几次 而且有一次 条件都谈妥了 都准备下山 参加咱们的队伍了 突然变卦了 为什么呀 而且还把老马 派上去的联络员 绑在大树上 让蚊子咬了一宿 咬的身上全是包啊 第二天给赶下山了 现在那个联络员 一听到蚊子声 浑身都哆嗦 老马没问问为什么呀 问了 你知道人家说什么 说什么 说这个联络员 长得特别像 那个保安团的团长 弄得老马哭笑不得的 你别笑 后来啊 老马再想跟他 联络的时候 就有一只 国民党的驻军 在那附近 就没再联络成了 你别说 这江水鹰还挺可爱 哪可爱啊 可爱吗 给人咬一身包啊 多惨啊这 吃狗饭再忙吧 不行 这修理业还是没有用 我想把它拆开 不是 之前这后盖 你不都拆过了吗 是啊 但我还是不死心啊 咱干脆找一台能用的得了 这是进埋片 你在哪儿能找得到啊 我知道一地儿有 但是这地儿 有点危险 现在危险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收音机没了 那行 那咱俩事先说好 你保护好收音机 我得保护好你 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咱俩得像个男人似的 谁也别含糊 这儿整天歌舞升平的 收音机肯定不值一代 咱们没收他们的东西 就等于没收罕见的资产 肯定没问题 好 来吧 我上去 来 走 来啦 里面请 里面请 起边请 来来来 这边这边 请请请 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你拿这个 赶紧草米呢 别管我 你从这边走 我从那边引开他们 快点 小心点 放心吧 站住 小叶我在这儿呢 站住 站住 走 跑啊 你跑啊 我看你往哪儿跑 小子 在哪儿混呢 不知道书香门第 是谁的生意啊 杨华康 你这人真不仗义 说好的事你也反悔 是谁 你是个男人吗 你是谁啊 我认识你吗 不认识我 行 今天 我就让你 认识认识我 谁让你开枪的 那么枪呢你 不是大哥 我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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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确实是太笨了 没想到吗 这荒郊野岭的你说 这两个人也不着急赶路 肯定有什么猫腻 你爸 太年轻 遇到事情太少了 正常 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你人为时 你说 要那俩人真是恶人 他俩还不够饿的呀 你别这么说人家啊 那俩人真是恶人 排手 给你一枪 这荒郊野岭的 你怎么办呀 你说的也是啊 可这枪就这么没了我 那你想怎么样 抢回来啊 我就这么想的 虎哥 我不能给咱们丢人 再说了咱们队里面 本来就没有脊杆枪 这么丢 咱们丢不起啊 南 兄弟 你想想人家一女的 在这荒郊野岭的 没有点真本事 没有那狠劲 能生存下去吗 虎哥 你说这样呢 我 去找的匪窝的窝点 只要你帮帮我 我们就在那个 他们必经之路 射埋伏我们抢了就跑 你咋想的这么简单呢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呢 要真那么简单的话 当年保安队啊 剿匪的时候 早把他们给灭了 还等到现在啊 如果要秋草在就好了 他吧 虽然说是刀子嘴 可是他也豆腐心啊 每次都会帮我的 你把地方找到 告诉我 真的啊虎哥 太好了 但是 从今以后不要跟我 拿秋草说事 那个虎哥 我 我知道 我 我知道 我 分身啊 你 说心里话 你老哥呢 还就喜欢你这个劲儿 不拘小吉 市长 团坐 不合 接到第三战区 司令部的指示了吗 我管他第几战区呢 他管我了吗 真是 这情绪很大嘛 日本人在袭击我们的时候 我请求 住守在慈禧的部队 我说你过来给我们协员 他说 不行啊 我们得守住 卫元长的家乡 我们不能出去 卫元长的家乡很重要 没有 结果呢 委元长的家乡怎么样了 守住了吗 不还一样没了 那个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部在干什么 我们十万大军哪 十万大军哪 就被不到一万的日军 追着屁股后面打 好 分上 事情已经过去了 尚丰命令我不 收编整顿部队 向四明山靠拢 建立军事根据地 成立游击部队 我是正规军 不是杂牌军 跟你诗说吧 师座 因为指挥师职被撤职了 在京华 已经拖了军装 你听说什么 九房巷三亿电器 他经商了 这个叫 器武经商 还有 炮台总司令 王晋甫 被四明山游击司令官 张桂林给扣押了 余继时 余继时你知道吗 那是浙东沿海军总指挥 那也在做监讨 你就不要再交接了 昨天还是兵强马壮 今天就沦为散兵流寇了 这反差也太大了 反正我是接受不了 要我说呀 就是因为有李满彪这类人 混在军队里面 在军队里乱搞 搞得军心涣散 人人心里都充满了恐惧 都充满了怨恨 没有人愿意以死报国 以死抗敌 这个李满彪毕竟还在战斗啊 可是你那个学长特派员呢 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还口口声声说 要为国家献身 人呢 人呢 还有 那个姚华康 居然现在给日本人 当警察局长 都倒翁啊 他左右通吃 下面的人浑浑噩噩 无恶不作 上面的人呢 认人为亲 讲诚不明 嗯 是 本身啊 你说这些我都认 现在关键是咱们得 重振旗鼓 把队伍恢复起来 现在是什么世道 那就是 有枪便是草头王 咱们先 战山为王 咱 在四明山 咱们重述旗帜 把队伍恢复起来 否则的话 就像现在这样啊 我告诉你分身 连你我的小命都难保 知道吗 溃病如肥 不定闹出什么事呢 行 只能听您的 就按您说的办 战山为王 落草为寇 不是什么寇 那叫游击 游击部队 我现在手里 就三百来号人 不错了 李满彪那两百人都不到呢 就他那两百来人 我用一个连 就把他老窝给端了 分身啊分身啊 别见啊 就他那个战斗力 你一个牌 就把他给端了 那说不定哪天 我真把他给端了 别别别别别别 毕竟都是兄弟部队 兄弟部队 分身 冷静啊 冷静 冷静分身 分身 都别抢了 别站住 走快 兄弟们 都别抢了 都别抢了 起开 起开 放开 你们别抢了 别抢了 起开 动手 都别抢了 动手 放下 躲开 都放下 都别抢了 听到了没有 都放下 走 累不累啊 有规矩的一个一个拿步行吗 我已经打死一个不守规矩的溃兵了 我不想再打第二个了 我多杀一个是很简单的 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军官 但是你们要认我手里这把中正事 是 黄志远 从今往后 这里就归你管了 你有权力 击毙任何不守规矩 不听命令的士兵 是 我的卫队 你可以随便调动 是 孝子 把他们全带下去 所有人跟我走 快点 我没事 快点 走 快点 你去哪儿了 我一直在找你 我也在找你啊 老大 这不挺好嘛 又团聚了 赶快带着吴淳去安置一下 找个铺位 然后去吃点东西 好 那我先去了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溃败 可是问题是 这日军进攻效率会这么高 能不高吗 我们的一切 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我们的行动时间 地点 人员配备 重点在哪儿 他们了解得比我们都清楚 这个柳干世真是太可恨了 除了柳干世 还有内戒 败上啊 有什么证据吗 柳干世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可是日军对我们还是了如指掌 这很明显 还有内戒 甚至我的怀疑 柳干世不是那个内戒 呀 吴淳啊 这个柳干世是你揪出来的 我按照您的吩咐 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 都没有问题 除了柳干世 柳干世 这话你说可以 但别人他不敢哪 知错就改 善莫大言 如果是我的错 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分身啊 就你这一点 老哥哥太钦佩你了 是条汉子 等我找出那个内奸 您再说钦佩我的话吧 继续查 查 必须得查 如果找不出内奸 我们打一次 败一次 好 彻底清查 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 黄志远 我现在给你今生一己 好 这个事情 就由你来负责 告诉他们 我们要成立调查小组 上部封顶 是 请 忙着呢 老孙 来来来来 你怎么来了 你们小姐呢 小林先生要见他 请帮我转告一下林院长 就说小林武艺前来拜访 我们林院长啊正在做手术呢 做什么手术 赶紧让人替他 小林先生很忙的 我很难想象 你是怎么坐到局长这个位置的 那请转告林院长 就说小林武艺改天再来拜访 好好好 我去 林院长带回来的那个人的尸体还在吗 已经下葬了 林院长认识他吗 不认识他 我们林院长啊是可怜他 再说庭放在那儿怕引起瘟疫啊 你们当初说的可是拿回来做解剖的呀 没错也有这层意思 可是尸体不是已经腐烂了吗 就赶快下葬了 如果引起瘟疫就不好了 好 我想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 好 请 这个医院呢是我们老东家出资 是我们林院长亲自设计建造完工的 您这边请 好 咱下葬了 比你们的公立医院要科学啊 不愧是庆英大学 毕业的高材生 日本大学能培养出 这么优秀的学生 真是让人高兴啊 这种知识啊 也只能在大日本帝国 能够学习得到 这个医院 林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 但是常务院长 必须由日本人担当 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 特殊时期 不能有一家独立的私人医院 这样有安全隐患 这个事情您处理 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那就是没收了 征用了呗 那不合适 强征对于日中亲善 是不友好的 你懂得 小林阁下 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 您看看 请 马队长来了 马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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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等着我啊 兄弟 来 吃个水果 谢了啊 老马 老肖 老肖 老马 老肖 老肖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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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老马 徐小队的队长 小韩 我们的队长 你好 你好 老马 我们早就想和你们联合行动了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 报纸上的大英雄 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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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就是本地人吗 徒生徒长 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太好了 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 你跟我说说 这个土匪啊 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太多了 你得给我一个饭 如飞 你说的是 江七妹 太好了 赶快告诉我 他们在哪一带活动